欢迎来到六度解析 我们为您带来外交关系委员会黄延中先生的最新文章 在一场令人震惊的事件中 张永震博士 国际知名科学家 被誉为首位解码SARS-CoV-2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的人 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SPCC实验室外举行了静坐抗议 在一个重视稳定和服从的国家里 这一戏剧性举动迅速引起了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关注 正如悉尼大学杰出病毒学家爱德华霍姆斯在《自然》杂志中所说的 对我来说 一个如此高水平的科学家要睡在他的实验室外面是无法想象的 抗议的直接导火索士 SPCC决定在与该中心合作协议到期后 将张的研究团队从实验室驱逐出去 尽管中心主任声称该问题源于张拒绝离开 并试图强加自己的计划于中心 但事实远比这复杂 双方甚至无法就协议的开始日期达成一致 根据张的说法 他于2018年3月与SPCC签署了一项为期5年的协议 到2023年3月到期 然而 SPCC主任表示 该协议始于2017年10月 并于2022年10月自动结束 2022年10月31日 尽管他仍在负责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 张被中心官员告知 合作将在次日结束 然而 他的团队成员中 有一人在同一实验室 进行了另一个重要项目 并与中心签订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 这一安排 使得张的团队可以继续使用该实验室 直到合同于2024年6月到期为止 然而 2024年4月25日 SPCC通知章 其实验室所在的建筑需要进行翻修 他只有两天的时间搬出去 而没有提供搬迁计划 当他的团队寻求解决方案时 官员提供了 看似未能达到存储含有未知病原体样本所需的生物安全标准的替代实验室 和办公空间 4月28日上午 实验室被锁上 导致十多名团队成员无法进入进行实验 由于无法进入实验室 张转采取了更激烈的抗疫形式 在实验室入口处露宿了三个晚上 依靠几名学生给他送水和食物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落魄的流浪汉 这一事件为漂泊者的欢迎提供了温暖 人们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中心官员如此急于逐出张 张与SPCC的关系始于2017年10月 当时他受邀发表演讲 这一最初的相遇至关重要 因为他暗示着合作协议可能当时并未签署 2018年3月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张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CBC全职研究员的身份下 成立了在SPCC进行病毒学研究的实验室 2020年1月11日 在没有官方授权的情况下 张在virological.org网站上发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这一举动对全球研究人员至关重要 因为他促使了新冠病毒的诊断工具和疫苗的开发 尽管政府将此举视为透明和负责的例证 但据报道一些卫生官员对张的决定感到不满 认为他破坏了他们的计划 张的决定对全球研究人员至关重要 因为他促使了新冠病毒的诊断工具和疫苗的开发 这种不满可能解释了在该序列发布后的第二天 张的实验室被暂时关闭进行整顿的原因 同一天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张合作了约十年的机构 终止了与他团队的合作 并退出了中国重大国家流行病毒资源调查项目 这是由张领导的一项重要国家倡议 两个多月来 中国CDC拒绝对该项目提案进行认可 阻止其提交给科技部最终批准 结果 张有效地被切断了数据和合作机会 这可能解释了他自2020年以来研究产出的减少 他在2019年共同发表了9篇研究文章 2020年有18篇 这一发表率在2021年下降至3篇 2022年有4篇 据自然报道 2023年 他共同发表了6篇文章 没有使用原始数据 根据张的说法 他之所以被吸引到该中心 不仅是因为他提供了可观的研究资金 还因为得到了中心领导的热情接待 张回忆说 他收到了SPCC当时主任朱同玉和副主任陆红舟的多次邀请 朱甚至把自己的车借给了张 自己选择其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工作之间 这种友善在他发布冠状病毒基因组后仍然存在 与他在中国CDC所受到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2020年2月 SPCC正式要求中国CDC将张调到SPCC全职工作 2020年10月 SPCC公开介绍了张作为潜在员工的情况 并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华东病员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另一位知名病毒学家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石正丽担任副所长 然而 出于尚不清楚的原因 招聘流程从未完成 因为他没有正式被聘为全职研究员 所以 中心没有支付他的社会保险 结果 他两年没有医疗保险 这迫使他推迟了治疗严重静脉曲张的手术 2022年11月 SPCC认为协议已到期 将人事档案归还信函 寄给了中国CDC张的前雇主 在中国 人事档案或档案 在确定个人职业前景 社会地位 以及终身享受各种福利和机会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 中国CDC拒绝接收该文件 称已经完成了张的调动手续 该情况在2021年夏季 中心领导曾发生变动后 恶化了 范晓红 新任主任 因领导一个50人的医疗队 在2020年2月冠状病毒爆发期间 前往武汉雷神山医院救援 而获得认可 官方媒体描述他具有勇气 任性和不屈不挠的决心 这样一位自信的领导者 与张的互动极少 很可能会与张发生冲突 后者避免政治 并以其确实强烈的个性 不耐烦和言行中的直接性而闻名 张对权威挑战的历史 以及他参与 COVID-19起源研究的行为 可能使他在中心新领导演中 成为 麻烦制造者 根据张的团队的说法 早在2021年中期到晚期 范担任主任时 SPCC停止支付张的合同报酬数个月 并限制了已分配的研究小组资金的使用 包括团队成员和学生的劳务费 如协议中所述 这妨碍了他们的研究 尤其是对COVID-19起源的研究 根据张的说法 在2023年6月 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 中心保安人员搬走了他的物品 张决定加入位于广州市的大湾区精准医学研究所 进一步为中心对他采取行动提供了正当理由 去年9月 当时张仍在中心使用实验室时 张实验室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论文中列出的机构 不再包括SPCC 这一事件也为中国科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一撇 在高度政治化的大流行和加强的信息控制背景下 像张这样的科学家很难独自进行与COVID有关的研究 以行政主导的科研结构 优先考虑官僚权威而不是科学诚信 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 由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涯或个人安全 行政人员和官僚官员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排挤那些研究议程 与他们的政治期望不符的潜在麻烦制造者 因此 中国科学家并不享有与美国同行相同的自治权 相反 他们面临着在开展研究时导航复杂的官僚机构和权力动态的挑战 正如一个中国评论员在网上问到的那样 尊重科学有那么难吗 对此 另一个回答说 在权力面前 科学无足轻重 把张的经历仅归因于他的COVID相关研究受到惩罚 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例如 缺乏契约精神的文化可能导致张团队与SPCC之间的协议实施发生争执 SPCC领导层的变动 特别是新任主任的任命 无疑加剧了这一局势 随着本周张情况的广泛传播 无论是中国还是国际媒体都对他表示了深深的同情 由于SPCC的声誉 甚至中国政府的声誉在广泛受到质疑 根据张在微博上的一篇帖子 中心最终同意允许张的团队暂时恢复在实验室的研究活动 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 张是幸运的 如果没有微博 谁知道张教授和他的学生会被官僚们欺负到何种程度 这一事件也为中国科学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一撇 在高度政治化的大流行和加强的信息控制背景下 像张这样的科学家很难独自进行与COVID有关的研究 以行政主导的科研结构优先考虑官僚权威而不是科学诚信 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 由于担心自己的政治生涯或个人安全 行政人员和官僚官员可能会有强烈的动机 排挤那些研究议程与他们的政治期望不符的 潜在麻烦制造者 因此 中国科学家并不享有与美国同行相同的自治权 相反 他们面临着在开展研究时导航复杂的官僚机构和权力动态的挑战 正如一个中国评论员在网上问到的那样 尊重科学有那么难吗 对此 另一个回答说 在权力面前 科学无足轻重 把张的经历仅归因于他的COVID相关研究受到惩罚可能过于简单化了 其他因素也发挥了作用 例如 缺乏契约精神的文化可能导致张团队与SPCC之间的协议实施发生争执 SPCC领导层的变动 特别是新任主任的任命 无疑加剧了这一局势 张的遭遇是个人 文化 制度和政治因素 复杂交织的结果 人们继续 感谢观看